對啊 下次看到我們就煮點湯好不好 好啊 媽媽 我想吃妳煮的紅豆湯好不好 真的嗎 妳想吃什麼 我都煮給妳好不好 Yeah 媽媽最好了 紅豆湯來了 Yeah 紅豆湯來了 妳最喜歡紅豆湯了 媽媽煮的紅豆湯最好喝了 嘴巴最甜了 對了 媽媽 以後我們可以每天都喝嗎 媽媽 妳怎麼了 怎麼都不講話 严謹 媽媽不想騙妳 媽媽因為工作的關係 以後沒有辦法 每天煮紅豆湯給妳喝 那一個星期喝一次呢 那一個月喝一次呢 那兩個月呢 那三個月喝一次 那三個月喝一次 我不貪心三個月喝一次就好了 媽 妳是不是不要我了 傻孩子 我怎麼可能不要妳 那我都有很乖 為什麼不能喝紅豆湯 妳聽媽媽說 因為媽媽去一個 很遠很遠的地方 可是我跟妳保證 只要妳學著獨立 不管碰到什麼事情 妳不哭 要很勇敢很勇敢的活下去 我一定會再來看妳 我會煮最喜歡喝的紅豆湯給妳喝 好不好 紅糖 好… 為了不讓媽媽擔心 妍瑾只好偷偷將淚水 和著紅豆湯 一起吞進了肚子 但那苦澀的味道 讓妍瑾終於知道 學習成長獨立 這一切都是愛的代價 有沒有看到讓我這個深深的感覺 而且你看 連湘瑩都哭了 整個都哭了 她真的感覺到那個 為什麼你知道嗎 其實我剛剛在旁邊的時候 我是先聽到嚴謹的錯氣聲 不過今天比較抱歉的 所有的這個包括來賓 對 懷抱著歡樂的心情來到我猜 突然間感受 怎麼這樣 而且那個 這個VCR拍得太好了 拍得太好了 尤其是那個小童星 對 演得真好 那個演技妳真的是要學一下 所以我跟妍瑾有點私交 像難怪為什麼每次去KTV 她都要點王菲的紅豆 對 就是紅豆咧 人家那麼悲傷對不對 湘瑩剛剛哭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 因為我其實我是一個 還滿容易哭的人 而且我剛剛到最後受不了 是因為就是她邊哭 然後邊喝紅豆湯 我就想到以前我媽打我 叫我吃飯的時候 她周圍是一邊吃一邊哭 打你叫你吃飯 對啊 那你真好命 她是一邊打你一邊自己在吃飯 對… 不是啦 你算是細菁級的 對 我覺得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我看她都很認真在看這個VCR 然後很投入很感受 然後就流淚了 因為第一次看過她這個VCR 最主要是VCR 妳不看妳也不知道要幹嘛 來… 來 小禎… 提出疑點問她都沒關係 對啊 妳那個紅豆湯為什麼 之前前面都沒有交代 為什麼後來媽媽忽然出現 妳要她煮紅豆湯 幹嘛還用說嘛 都剪下來 又不是影集 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個影片 因為就拍得很好 因為都講國語很有氣質 不過我都說台語耶 說真的到底 沒關係啦 但說真的到底最後媽媽 到底發生什麼事 媽媽其實好像是再婚 就是沒有爸爸跟媽媽是離婚 我剛剛很感動 因為我知道媽媽的感覺 媽媽 我也離開日本的時候就 因為媽媽 我的媽媽是在 可是每次都吃飯的時候 吃日本菜的時候 特別感受到 對 就是回媽媽的味道 那我想 喂 為什麼 這個音樂 媽媽好像腳不去跳上班 我想問一下 每次都妳喝紅豆湯的時候 會想到媽媽 然後有時候想哭嗎 會啊 就是 其實那個晚上是 就是我是問說 媽媽妳有沒有可能跟爸爸 再喝好 然後媽媽就沒有講話 然後我就 就是兩個是抱在一起哭 天啊 可是妳那時候年紀還那麼少 我很懂事耶 就是三年級的時候 三年級 三年級 那我再問妳一個問題 喝紅豆湯真的可以補血嗎 好強喔 這個很重 我剛剛每次女孩子每個 每個月那個來的時候 都會喝紅豆湯 像話 她既然那麼愛喝的話 對啊 對啊 不好意思 我剛剛 軟木菜還能指烙菜 我剛剛那個問題 被隔壁那個 穿大賣場的給擋住了 她還沒有回答我 說妳媽媽最後到底去哪兒 沒有 我媽媽還在啊 她再嫁 那為什麼她沒有辦法 就是可能一個禮拜 或是一個月來借妳 有啊… 她就是每個禮拜 會來幫我帶便當 有家庭 另外的家庭 上一代有上一代的恩怨 你看這個庭院聲聲裡面的 一個歌詞裡面就是上 像小鐘其實 纏繞著… 小鐘的爸爸媽媽他們也都是離婚 也是離異的 對啊 離婚完了之後 這是真的 真的嗎 他們家離婚等於細胞分裂也分裂 又分裂… 我們家也差不多 什麼家庭 沒有 我覺得現代很常這樣子 對啊 很多啦 單親家庭很多啊 對啊 十個有九個都是單親家庭 我跟你講 現在反而是父母親很好的 反而很少 對 幾乎都是離異的啊 對… 世代不一樣 所以大家能接受這些事情 這是我們第一位 還有第二位 旁邊休息一下 來… 林志賢平時太搞笑 都眾人強烈質疑 你的部分也是個罵罵的服裝 對 因為是小時候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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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